還有相關的連帶損失 那麼在強暴性侵的指控這方面 這個法院卻是駁回的 好 所以現在來看到 川普這邊反應是說 他們還會持續的上訴 只要他們繼續上訴的話 這個罰還就是不用繳的 另外他們也認為說 這個對於2024的大選 聲勢上面可能不會造成 什麼太大的影響 可愛討喜的 我也說大家都是很喜歡的 不過要請教惠雲 現在有個問題 說澳洲政府正在替野生的五尾熊 施打疫苗要做一項實驗 因為當地發生了嚴重傳染病 那麼現在動物醫學專家警告說 如果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五尾熊將會滅絕 那麼這又是什麼樣的致命病菌 有沒有可能傳染給人類 惠雲 好 是 這是一個叫做PE菌的菌 它們正在澳洲的野生五尾熊之間 群體非常快速的傳染 其實在前幾年 就有類似的這樣子的疫情出現了 那只要感染這個菌的五尾熊 它就是可能會有 事例上會失明 那甚至如果是雌性的五尾熊 感染的話就會導致不孕 那最後就是死亡 所以現在野生學家 他們都很擔心說 如果說有太多的雌性五尾熊 感染了PE菌的話 沒有辦法生育的話 就會可能會造成澳洲五尾熊的滅絕 那再加上他們面臨的危險 其實並不只有這個PE菌 那還包括他們的野生棲地配破壞等等 都威脅到了五尾熊的生存 所以就針對PE菌這個部分 現在他們想出的辦法就是要幫這個 野生的五尾熊打疫苗 但是還在統計數量 就是還要說 野你要以什麼樣的方式 來進行這件事情 那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五尾熊其實面臨的危機 不只是只有這個病具肆虐 還包括他說現在的野生棲地的破壞 還有像現在的氣候變遷 那大家還記得前幾年的時候 澳洲發生非常嚴重的森林大火 當時有很多五尾熊 都是來不及逃生在森林裡被燒死了 所以這個也是澳洲政府 現在極力在挽救五尾熊 那防止他們在2050年 可能會面臨滅絕的危機 謝慧雲告訴我們 保護野生動物現在迫在眉睫 那麼再來關注到的 就是俄羅斯勝利日紅場大規模 的這樣的一個閱兵 其實大家看到 它是明顯的縮小規模了 短短6分鐘全部走完 俄羅斯在紅場舉行大閱兵 由普清親自教育部隊 這次閱兵俄羅斯出動1萬兵力 但125項軍武 只有T-34型坦克 或M多用途裝甲車 伊斯坎德M戰術導彈系統等少數武器 軍備出場後 甚至短短6分鐘就全部走完 不過烏拉爾裝甲車首次亮相 還是引起入目 但勝利日前夕 俄軍用大量伊朗自殺無人機 轟炸烏克蘭首都基辅 這也是開戰後 自殺無人機最大規模的攻擊 烏拉爾戰爭造成的傷害 透過媒體傳遍全球 美聯社三位烏克蘭記者 貨班普利茲公共服務獎 表揚他們在這場戰爭的報導 美聯社在馬里乌波爾拍下受傷孕婦 以及伊爾平斷橋下逃難人潮的照片 同時拿下突發新聞攝影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線上邀請到的專家 是淡江站岩所副教授李大中 教授好 主播好 觀眾大家好 我們來看外國媒體 如何批評普京 說他發表的勝利日演說 毫無新意 把攻打烏克蘭的責任 又推給西方國家了 那麼請問教授 你如何解讀普京的演說 還有這場戰爭 現在知道說 烏克蘭想要大反攻 還會無止境的打下去嗎 教授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普京的紅場演說 他宣稱文明是處於一個轉折點 俄羅斯現在面臨到戰爭的威脅 但是俄羅斯已經成功擊退 所謂的國際恐怖主義 而且他誓言要保衛 頓巴斯烏東地區人民的安全 還有俄羅斯自身的安全 的確我們來看 他的演說內容 其實跟去年大同小異 跟過去15個月 他所發表的言論大概也差不多 基本上是把俄烏戰爭比擬為 當時二戰時期 跟蘇聯的衛國戰爭 把當年蘇聯抵抗德國的侵略 去跟現在的洛武戰爭 兩者去相提並論 我覺得後面帶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還是希望能夠合理化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強化發動戰爭的正當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普京當然是希望能夠鼓舞 俄羅斯的民心士氣 向社會進行訴求 希望能夠繼續支持戰爭 因為我們知道 所謂的戰爭疲乏症 不只是發生在西方國家內部 也可能發生在俄羅斯自己的境內 第二點就是 我覺得戰爭目前來看 沒有任何和緩的跡象 因為烏克蘭的反攻 看起來是箭在前上 但是還沒有真正的出現 俄羅斯並沒有放鬆 對烏克蘭的攻擊 美國 歐洲跟北約 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金銀員跟軍銀員還是持續 至於北京所希望扮演的 促和勸談的角色 也只是剛開始而已 所以短期之內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看到 俄烏戰爭結束的 明確的跡象或曙光 值得我們繼續的觀察 那麼現在國際社會也在看 瓦格納傭兵團的首腦 他說的這句話 其實蠻不給普京面子 他痛批俄軍無能臨陣脫逃 還說俄羅斯沒有能力捍衛國家 請問教授依照你的專業分析 這個傭兵團對於普京來講 到底是助力還是阻力呢 教授 是 我想瓦格納對俄羅斯來說 是有點像是成也銷河 敗也銷河 因為很清楚 在戰場上 俄羅斯是高度需要瓦格納 尤其是所謂的巴赫穆特攻防戰 瓦格納基本上是扮演打頭陣的角色 也是一個主攻的矛頭 但是我們也知道瓦格納是死傷非常慘重 這個巴赫穆特戰役是從去年8月到現在 是久攻不下的 基本上外界會認為說瓦格納你沒有功勞 但至少有苦勞 第二個 但是另外一方面對俄羅斯來說 瓦格納又不太受控制 包括他的共同領導者 這個伯里格格金 他多次大炮型的發言 高分被批評俄羅斯 包括將領無能 軍方無能 抉擇失當 後勤補給 出現重大的問題 也希望撤換部分的將領 甚至他多次警告 瓦格納的部隊已經在前線彈盡援決 如果不繼續提供補給跟所謂的裝備的話 他會撤出把他的任務交給車程的 這個精衛部隊來負責後續 我們知道說瓦格納他成立到現在10年 過去曾經活躍於 比如說是克里米亞 敘利亞內戰 還有非洲地區內戰 他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 是重傷之下有勇夫 但是他死傷非常慘重 所以到底對於俄羅斯來說 是一個戰略資產還是戰略負債 我覺得還需要時間來做進一步的證明 非常謝謝李大宗教授 對於俄烏的這個戰況 有個精闢的解析 謝謝教授 謝謝 廣州回來要帶你來看 暴力行為不要學 這個狀況警察要來處理了 蘇敬明機車騎士毆打 遊覽車駕駛 稍後回來瞭解衝突起因 那麼另外一個東歐 現場就是宗教聖會了 北港媽祖出巡 發生圍毆事件 十個人打一人 現在當中 有人被移送訪犯馬上回來 那個李靜啊 他跟鄭明 一起來深一點好不好 你最近是不是有新的想法發生 最近跟鄰居關係不是也不錯嗎